Leo勞士忌天天中更新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viper 這邊是歐洲聯盟 那中國這邊是中國戰隊 那這邊有一些中國的高手 都在右耳這邊 WP這邊都是中國的玩家 好 那這場我應該算是在天梯上面捕捉到的 那最近看了viper他們在幹嘛 那viper他們最近這幾天都在 沒有什麼在打單挑 大部分時間都在打這個 那應該是有約戰吧 就特地約了中國那邊的玩家 一起來打這個游牧 還有一些比較特別的地圖 剛剛有幾場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就來稍微看下這場吧 那viper這次玩到的東西是這個 孟加拉 孟加拉這個文明算是 比較特別一點 因為他的單位戰車 是可以切換近戰攻擊 跟遠程攻擊的一個單位 所以他那個手術 還有那個升攻防 是需要非常挑戰性的 因為如果你攻防沒剩的話 你基本上就只能用這個 弓箭模式去射對手 所以會比較容易難用一點 好 那稍微來看其他文明 紅色這邊有捕獵頂 Ryker這邊有捕獵頂 是Tato Tato之前也有拿過天梯第一的一個位置 也算是高手中的高手 好 那也來看一下橘色 橘色在哪 橘色在這 橘色 橘色是庫曼 庫曼在遊牧來說 比較容易被當沙包 因為比較多的情況下 庫曼空間開 對於對手的一個壓力 是蠻大的 所以有時候 有一些高端玩家 會去針對庫曼 好 那來看一下 綠色 好 綠色是條盾 欸 突然看到viper他們這邊 算是比較分散一點的 那綠色這個人就比較尷尬 因為這邊下面有個敵人 那這裡有一個 那基本上這個條件要一打二了 那庫曼的位置算是還不錯的 只有下方有一個敵人 那基本上庫曼要往後發展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所以這邊可能 哥德爾找機會可能去弄這個庫曼 好 那Tato下面有一個藍色 所以目前看起來 歐洲聯盟這邊 MIPER是最過最舒服的 沒有什麼太大意外的話 MIPER應該會大暴龍 然後反殺一切 有可能 好 那來看一下藍色 藍色是瑪雅 那瑪雅的話也不錯 瑪雅本身就是一個 算是強勢的文明 那Tato這邊是不列顛 所以我也不確定 兩邊 誰到底比較優勢 因為瑪雅的話 以嚴格來講 瑪雅算是城市比較晚的 而且以在這個遊牧 通常都會打城堡 樹直城的一個打法下 我覺得不列顛會更有優勢一點 那瑪雅的話可能要升到地後 才會打出他更大的優勢出來 好 那再來看一下 哥德爾灰色 灰色是哥德爾 那哥德爾的話這個文明也是 這個也是要到城堡時代之後 才能打出他的優勢 那最強時期 這個哥德爾是在城堡時代 那這邊 哥德爾有個問題 是 要跟藍色一起包夾 紅色不列顏嗎 還是要搞定去弄庫曼呢 還是要去找BIPER 都是個問題 但是我覺得要去找BIPER的話 這個距離有點太長 距離戰區 這個戰性那太長 很容易會不列 好 那就是要來看看 那哥德爾他們怎麼處理吧 好 那的話你看到青色優 那個優 那個優這個文明波斯是有遊俠的 那工兵有免費波斯工兵喔 不用黃金的 那再來就是他的TC 跟這個漁港的工作效率喔 好像很不錯的 所以這邊很大的機率喔 優勢會來打海的 而且他的海的位置 離BIPER也蠻 不是離蠻蠻近的 離這個 大家是蠻遠的喔 那不知道他們有沒有看到 那如果是要打海的話 BIPER他的漁港在這裡喔 所以是比較遠的 所以如果真的要開稿的話 那就會比較難打一點 那目前看到這邊 葡萄牙紫色 看到BIPER的漁港在旁邊喔 所以有可能 不太可能是會 右去打海 而是這個紫色打海 那如果紫色打海的話 那就會變成說 這個 右 就要去主攻喔 這個 條盾 Jordan 所以這邊會開 會變成怎麼樣 就不太好說了 因為打這種遊牧土喔 一定是有一個人要去打海的 那 誰打海呢 基本上就是 旁邊沒有敵人的人 去打海會比較好一點 那旁邊有人的人的一個情況 就是兩邊就要開始開稿 就是你搞我搞你 就像這樣子喔 黑暗時代就用村民 用拳套開打了 結果這邊 這邊收村Jordan 直接 收村射了幾巴 但是右看起來 村民還是 蠻痛的喔 右者這邊戲劇超多 超過做得不錯 但是 好像有點虧阿 右這邊是殺到兩村喔 呃 Jordan這邊是死兩村 但是也 敵殺一村喔 欸 結果波斯來個TC爆 欸可以 因為 因為波斯這邊喔 TC爆是有優勢的 因為那個TC血量是兩倍喔 你看這個血量2400滴 對上這個4800滴的一個血量 那 我剛剛想的沒錯喔 這一把 的開局喔 是由這個 右去搞這個Jordan 那個 葡萄牙 去打海 那 葡萄牙打海也是有優勢的喔 所以這邊開局感覺來說是沒什麼太大問題的 大家的位置都有自己做到 一個不錯的一個 欸 不錯的一個對應喔 那 葡萄牙為什麼會有優勢喔 是因為葡萄牙的血量 這個船艦有加10%的血量 那也算是一個 蠻厲害的一個能力喔 欸 他除了這個以外 還有這個 卡拉維爾返船 這個返船也是葡萄牙特有的戰艦 所以這邊有葡萄牙去打海我覺得相當合理喔 而且 而且 VIPER就在旁邊喔 所以這邊 紫色打海絕對是蠻吃香的一件事情 好 那我們來看看其他戰區喔 那下面 瑪雅 果然開始來針對這個 不列顛喔 因為瑪雅也知道自己喔 優勢是在城堡之後 那 不列顛這邊是城堡開始喔 就開始非常強勢喔 還是要給他一點壓力比較好 那這邊 看起來 瑪雅這邊是選擇要打一個 塔弓弓戰術喔 封箭插塔然後讓弓兵進去喔 讓這個劍塔的傷害死喔 拉到最大 那這邊打的時間點也算是蠻早的 封箭贏到喔 馬上開稿 我們要再跟你開玩笑 直接開弄 好 那大家都上雙邊史大 那這邊雙塔連擊 這個就有點痛囉 雖然這邊投資層有點高喔 欸 如果是我的話我也把這個 好像沒有辦法 因為他這個在挖木頭 你要把他的木球先鎖起來 好 但是 如果塔套不列爹一直在往上搬的話 就會遇到灰色喔 這邊 哥德囉 如果哥德的話也在這裡 可是哥德看起來走一個直層路線喔 確實喔 哥德打直層比較吃香一點 然後回到這邊 TG暴戰區喔 TG暴戰已經核心重點了 就是你這邊村沒有放滿 然後木頭開始狂挖了 所以為什麼木頭狂挖呢 是因為你木頭不挖的情況下 你就沒有這個資源 去修這個TC喔 沒有資源修TC TG暴 很容易會打輸喔 那波4的TC暴唯一的一個 優勢喔 就是他的血量是兩倍喔 那這邊 你看這裡有細節沒有拉滿喔 這個TC暴的細節就是要村民全部 把這個人口放滿喔 但這邊只放到十個 還有五個人沒有進去 我看一下是不是 是不是重點 對 是個細節沒錯 那這邊就不確定兩邊要怎麼打了 因為箭矢的多寡量是個問題喔 好 好 那來看一下 右邊這邊 欸這邊在燒船阿 Viper是打海的 他確實喔 Viper這邊是無人騷擾的地方 那確實有他來打海 還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有Viper來打海的話 那這邊會遇到這個 結果不是了Viper打海 Viper是少 喔 他有出現戰場 欸 所以Viper這邊是 橘色跟黃色都打海 直接把他海硬撕下 但Viper打海 並沒有這麼的兇喔 好 來看一下這邊 不列典由於麻雅 這邊上面直接插插過 那不列典直接用拳套 開始做反擊 但這邊拳套可能會損失產重喔 這邊死傷人數已經高達了五六隻有了 欸 可能會再死一村 很危險 這一村有抖動嗎 沒有 哇又掉一村 但是這邊死傷的人數實在是太多了 不列典這邊又抓到了一些蓋箭塔的村民 那這邊麻雅死傷人數也是非常劇烈啊 這個箭塔也是插得很兇齁 兩個木型被插爆 然後換上他左邊這邊了 但是上面這邊 又有哥德的城堡夾擊 完蛋了 不列典的生存空間越來越小 越來越守不住了 這邊要只能一直收村 而且這個箭塔很煩 這邊挖黃金 還會被射 怎麼辦 右邊也不能蓋了 那右邊這邊出來 這裡有一隻小宮 小宮看到大量的村民走出來 哇 還看到這邊 哇 這邊結果是由波斯拿下啦 那究竟這邊只能被迫逃離喔 搬到庫曼這裡 我們要突然爭取之後要怎麼打呢 但是目前好消息的是喔 看起來海域目前是由 MIPER他們這邊拿到一個小小的優勢在了 目前MIPER這邊的海域是可以盡情的捕魚的 這邊庫曼 打海獅打一個狀況 但塔套這邊也是 他也是補得肥滿隻的 雖然自己家裡已經 建立一個崩潰狀況 還算是一個比較 不幸中的大幸 自己還有這個魚場可以捕魚 反觀是中國戰隊這邊喔 有一個問題喔 雖然這邊中國也是有人打海的 打海的一個問題是自己抱的海量 還不夠健全 這個海還是有可能會被MIPER給打回來 但是MIPER的問題是自己的漁港離的比較遠 這個戰區補海一個問題也是蠻大的 所以目前看起來這邊的海域全部都是由歐洲聯隊拿下的 那右隊喔 右邊這邊都是中國的一個海域 那中國海域目前有補的是只有 右 欸欸沒有沒有 我原來MIPER這邊有偷蓋漁港 不好意思 跟著一下 好那MIPER這邊有蓋漁港的話 就可以把這邊的漁船全部吃下 那中國這邊能補的海域就越來越少 好 那這邊果然喔 哥德直接速成 然後 蓋這個哥德護衛隊喔 直接開砍 那確實喔 哥德初期這個爆哥的護衛隊給的壓力也是蠻大的 你要出這個騎士喔 或者是這個 雙手劍兵去反制喔 那基本上是可能去打贏對手 那比較多的情況下還是出這個騎士喔 那出騎士的話 黃金需求量會更大一點 好 好 那塔塔這邊也是有出一些火戰船來 稍微反制一下對手的漁港 但是家裡喔 蓋電基本上已經在大遷徙喔 那大遷徙的情況下 你往左邊牽不太好喔 左邊塔塔往左邊牽 左邊又是葡萄還是又是敵人喔 完蛋 他往左邊牽的話問題會很多啊 沒有地方可以生存 好 那葡萄這邊是打完海之後 立馬蓋下城堡 城堡蓋完之後 自出這個風情砲 開始來來騷擾庫曼了 結果庫曼是由這個葡萄牙去做一個反制的 好那這邊也在激戰中 這邊想要 Fripper想要蓋這個修道院喔 結果被反制掉啦 哇這個修道院差點就蓋了起來了 但是這個綠綠色 綠綠色是Jordan Jordan不知道為什麼在這裡 喔 Jordan剛剛搬掉到這裡 好那目前看起來 Viper算是最安然無恙的一個區域了 但是這邊藍色喔 中國戰隊拉了一些村民喔 悄悄的玩 Viper這邊走 那看起來 目前歐洲聯盟的一個戰區喔 是維持在庫曼 Viper跟庫曼這邊的一個位置 好那瑪雅這邊有繞了幾隻小公來燒了 Viper Viper確實也被弄到一點 這邊收村喔 大量收村 把村民都移到這裡來了 那這邊Viper已經上到了城堡時代 來看會不會出幾隻騎士喔 來反制一下 哇那這邊瑪雅也是搞得非常徹底 連這個村民都拉了過來 要來插這個箭塔 要來把這個Viper進一步的打擊 那LX喔 這邊過的護衛隊 把不列典解決了之後 開始把這個B腦 玩Viper家裡送 開始要打一個極致騷擾路線喔 那Viper現在是雙TC 3TC在做營運 但這個3TC營運 如果被騷擾到的話 我就會很難受 就一次這根箭塔喔 這根箭塔被騎起來的話 這個TC可能會不保 這邊的村民可能要大 都要遷洗喔 這邊很難挖資源 好那各的護衛隊大量走進來 直接要進去砍村民了嗎 看起來很像是要這樣子喔 好那這邊看到各的護衛隊走進來 Viper直接收撐好像沒有太大意義 跟這邊的村民 要趕快圍起來喔 不然各的護衛隊走進來 就全部死光了 好那各的護衛隊 直接在TC上 直接硬砍了起來 哇各的護衛隊這邊想通話 都走哪 太扯了 好各的護衛隊 看到秦司服 欸裡面居然都已經蓋好了 趕快收撐 好左邊這個戰區 葡萄牙在強攻庫曼 嗯 庫曼這邊被葡萄牙這個風情砲打個 正著 哇 死傷非常慘重 庫曼這邊也要大前襲了嗎 欸想到連庫曼也沒有辦法反制 對手葡萄牙這邊的一個 強勢進攻 那如果這邊要反制的話 可能這個城堡跟這個修道院 生理要趕快照 去反制一下對手風情砲比較好 好 那看起來 VIPER這邊也是過得相當的不舒服 跟自己家隊 卡套跟Jordan 紅色跟綠色都已經變成個半命國狀態 都已經搬家了 所以並沒有什麼太大的戰力 所以有VIPER跟庫曼這邊兩位玩家 去承受對方四國的聯軍壓力 那這邊中國戰隊也是連動的相當好 好 瑪雅負責插塔塔公公 那哥德惠隊負責直接強行進攻 因為哥德惠隊的防禦力比較高 直接手撕這個DG也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但是這個村民會被收掉 欸呀 完美 直接收掉自己瑪雅來插劍塔的村民 那你直接不要 哥德惠隊需要一點多 12村 別手撕掉這個城鎮中心 沒有問題 哇 VIPER這邊壓力越來越大 只能一直收穿 沒有辦法反制對手 然後那VIPER這邊選擇要出這個大象 來反制 那孟加勒大象也是不錯的 他是有多功能的一個能力 而且孟加勒大象也是有特化的 那個能力也是 我覺得算是大象國裡面 能力最綜合 也算是不太好用的 那這個大象被激活還是 沒有辦法扛住的 那比較特別 這個孟加勒大象 特別是他有這個 燙招響的能力 然後還有額外的傷害降級 15% 就是要這個槍兵 要這個槍兵 會有這個潔面 好 那庫曼選人出這個青茶 來反制對手的這個頭車 哇這邊直接秀操作 秀好秀滿 射一發往後 射一發往後 但沒辦法預判到對手的位置 哇大量頭車被秀光了 哎呀王後閘這個跑速有點快的關係 所以這個傷害也是秀好秀嘛 所以也是順利秀到滿多的 好那這邊風琴炮沒有控好 直接送了四台 哇這邊損失慘重 不過他這邊也是喜虧 好那哥德爾這邊進攻之後 也再慢慢的農了回來 那這邊塔套也不忘飛他的這個 不列典公兵 好過來稍微回來騷擾一下 但自己經濟還是很慘啊 還沒有上到這個城堡時代 還有30秒18研發 他是最後一個上城堡時代的玩家了 那Jordan這邊 則是慢慢把自己的經濟慢慢農了回來 好那Jordan這邊有海域上的一個小小優勢在 那這個海還是吃好吃滿的 所以塔套其實還算是有機會 返回戰區的 那現在重點就是Jordan 不是Jordan喔 這個庫曼要怎麼防守住自己的基地 還有這邊viper 要怎麼守住 哥德爾護衛隊跟瑪亞的進攻喔 因為目前viper也被插一個TC 那TC再慢慢補了回來 大方也順利防守住了 哥德爾護衛隊進攻 那左邊這邊 城堡這邊也是蓋的越來越多 欸這個村民抽了 這個城堡要趕快遞掉 不然會被射掉 好 庫曼這邊三城堡防守 感覺效果還不錯 那 哇這邊要跟著viper一起進攻喔 那看來viper他們有一起講好了 來 隨我大象行 那哥德爾這邊看到 哇靠情況不妙 這麼多的單位怎麼辦 哇這個大象 大象進來了 但是這裡有風情砲 風情砲打大象也是不錯的效果 只要前面有人扛的話 哇這邊直接給一個大開槍viper 看到情況不妙喔 趕快跑一下 好趕快繞人來 但是風情砲傷害是很高 欸這個頭車要趕快先解決喔 哇這個頭車不解決很難受 好大象直接想要來硬打這個風情砲 但是風情砲建的這個優越走位 也是被點掉一些風情砲 但是大象也是有在追哥德爾庫衛隊的 那清查打哥德爾庫衛隊效果其實還算不錯的 因為他雖然傷害只有1滴 但是他的散彈槍喔 是可以直接射很多發的 所以造成對這哥德爾庫衛隊 造成的傷害是非常強大的打擊喔 好但是viper的大象全部送光 那風情砲的數量降到只剩下4台了 下面這邊第二波戰區viper繞了非常多的清奇兵 下來想要來直接圖村民 那這邊能打到一些村民啊 但是哥德爾這邊是我在看的喔 並沒有打到太多的一個單位 好那優呢 則是慢慢融了起來 因為由於優前期那個TC爆的關係喔 所以城堡時代選擇開農啊 那確實波斯TC越多的話 他的這個文明加成就越強 因為他的工作效率就越好 所以波斯這邊又確實 這樣子該這樣打 自己TC爆之後 趕快把經濟拉起來 他才能趕快去幫到對手 有個後盾在 好 那這邊大量清奇兵 結果直接遇到了 遇到了庫曼的長槍兵就沒轍啦 那大象過來也是被捅喔 雖然這個 毛相夫喔 對這個長槍兵的傷害 並不會這麼的痛 會有這個S5個正解念 但是被捅 長得久的時候還是很痛的 好 那Jonah這邊看著 欸 哇 原來捕獵人在這啊 馬上起來一個寶 要來防守這邊啊 自己的胖區 那順帶這邊 這邊城堡蓋起來 還可以來阻止對手 套 這邊石頭挖石頭 那目前塔套看起來 呃 也慢慢農了起來 但是一直離 不怕這邊有點近喔 但是 蠻困擾 但是 霍曼這邊 也是造了非常多清場 想要來去防守 那現在有上帝王時代的 都是中國戰隊這邊喔 中國戰隊這邊 有這個 這個量有點多 有這個 哥德 跟福和雅 先上了這個 帝王時代 那上帝王時代的優勢喔 就是有這個 最多實際喔 可以無傷患城堡 那壓力又回到了 白艾伯爾這邊了 白艾伯爾這邊 上帝王時代還有一段時間 那 反而是 這邊又 也點了帝王 哇 中國戰隊全速都上了帝王時代 白艾伯爾其實有點難守 這邊呢 這邊哥德 直接手撕城堡也沒有問題 那這邊清場的城堡 又被葡萄牙這邊丟 非常難受 好 那這邊 卡套 狐獵蝶 想要城堡反制對手 但是自己經濟期待是太差了 冤軍基因有進入這個大班加喔 那我覺得現在 五位的希望在Jordan上了 Jordan能不能起來 就是個問題了 Jordan能起來的話 那 白艾伯爾這邊才有機會 才可以繼續進攻了 那目前看起來 葡萄牙這邊 這邊 他們的海域喔 是有完全拿下的 那 塔套這邊是 蓋了非常多漁港 在瘋狂的補漁當中 所以讓自己經濟會更好一點喔 但是這邊 不知道為什麼 viper的漁船 都消失了 看來中國這邊 也是用自爆船 炸了蠻多單位的 好 但是大家今天就 搬到路地上了 所以海域好像有 非常多漁的感覺 那這邊 確實還是有一些 右的戰艦 在騷擾漁船 好 那這個城堡看起來 是走不住了 下面非常大的單位 哇靠 直接被射光 清茶 大量清茶 直接過來右邊 防守 好 那大家走的科技路線 非常不一樣喔 好 那普代亞這邊選擇 只要走這個火神槍 這個風情炮 讓他射光 更準一點 好 那人清茶 清茶 遇到各方各的護衛隊 欸 效果還是不錯的 戰彈槍 一把一隻 一把一隻各的護衛隊 好像還行喔 雖然被各的護衛隊 貼到還是很痛 但是這邊的城堡 吊子數量越來越多了 軍頭使機的量也越來越多 四台 呵呵 哇 四台巨頭喔 很難守喔 看似下面喔 打得風生水起來 突然自己快爆炸 好 那馬來亞這邊 沒有被進攻的狀況下 也是選擇開死龍 那我們剛剛說到馬來亞 這個帝王時代比較強 那確實他到帝王時代出了這個老鷹 那馬來亞的老鷹喔 牆就是藏著有這個防兵果 那看起來馬來亞出老鷹要來針對塔套的一個騎士 那Jordan這邊 選擇慢慢寶推過去 但是這邊又早就已經有所防備了 城堡也是插好對立的起來 那又這邊 決定是要來打這個長劍兵 只有這個Jordan 那條盾 打這個長劍兵是不錯的 防禦也是挺高的 那馬來亞這邊大象也升級好囉 金瑞毛相夫 金瑞毛相夫一起來之後 效果不錯 還有這個降低傷害效果 而且還有抗招響的一個能力 大象來說還算是比較好的 而且這個還有這個派 這個派科技研發好 大象又可以加20%的攻速 有抗招響又減免長槍兵的傷害 又有攻速加成 所以這個大象是非常非常複合體 好大象過來 直接硬頂 傷害 但是風情砲 就要被貼到了 被貼到的話 只能後撤 後撤的話 真的會節節敗退嗎 大象直接硬頂了進來 頂進來之後 這些均勻投石機 就不能繼續輸出了 但是這邊 傅曼也是努力的想要反制對方的城堡 城堡也正在被貼頭直接丟了 那大量的風情砲被大象貼了上來之後 非常不堪其老啊 哇 掉的當外非常非常快 哇這個頂一下 你看這風情砲死的速度也是非常快啊 好 但是這邊還是處理的不錯 好更多大象開始往下頂 這邊大象開始往下頂 其實蠻難打的 原來這個大象燙著想 又怕 又不太怕長槍兵喔 哇 基本上大象怕的東西 孟加拉都已經都會擋到了 好 突然這邊非常大量的一個青草過來 直接要來防守這邊 這邊風情砲 但是打風情砲效果 並沒有非常好的感覺 原來這個風情砲 遠防的是蠻高的喔 原來這個一隻喔 防禦是有6的 所以這邊喔 這個青草打起來 並沒有那麼有優勢 然後這邊打這個長槍兵喔 還算是不錯的 還算是不錯的 好來看一下Jordan這邊 Jordan現在被大量的一個精銳老鷹喔 精銳老鷹喔 精銳老鷹喔 直接硬上 自己則是 爆了一些 借裝甲步兵要來防守 用裝甲步兵防守也是蠻特別的 呵呵 那個裝甲步兵還沒升上去喔 變成那個雙手 所以這邊 直接喔 被這個老鷹吃光光了 哇看起來 沒救啊 卡套這邊目前也被葡萄雙面夾擊 瑪雅 大量老鷹要把捕獵點直接吃掉了 但是捕獵點沒有關係 Viper幫你收拾 Viper這邊努力的把瑪雅給收掉 看起來Jordan這邊也是出了遊俠要來幫忙 欸遊俠中出來了 遊俠拚出頭就有機會了 好遊俠出來之後 雖然 露曼家裡感覺快要絕望了 家裡已經快要涼涼了 有一種地方可以發展喔 外面都是 Jordan的一個領地 那 Viper的大象也是到處防守 到處可以看到 Viper的大象再走來走去喔 這個戰区已經拉好拉滿 好但是大量的常人兵過來 硬拆對方的大象 Viper的大象還是你要把他擋住的 那這邊由這個哥德爾出這個長長兵防守 防守瑪雅 瑪雅這邊出這個老硬 被打塔塔 那這邊Jordan喔 Jordan這邊遊俠可能要趕快去做事 不能在這邊慢慢來 再慢慢來 再慢慢來的話可能會出事了 趕快去把這個遊俠往前送會比較好 好那目前看起來塔塔 有點生活無法治理 中魔戰隊非常的猛 哇大量老硬又再過來 再過來的話 塔塔最後的希望也要沒了 瑪雅都已經直接把TT蓋在臉上了 哇塔塔最後的村民也要被塗光了 大量的村民只能四處逃難 塔塔要建議面臨滅國的一個窘境 那大量的村民過來蓋這個火炮他 但是也蓋起來 蓋起來之後對大象的效果也是不錯的 這個大象被這個塔射到 哇血量掉很快啊 呵 雖然打的有點歪 好那大量的大象直接在裡面開始硬頂村民 那Viper這邊的村民 好像也是被限制到了 大量的井過來有點難打 大型過來的話這邊遊俠跟大象會被戳爛了 呃上面這一波戰狙 戰狙 欸右啊 這個是右的 不好意思我一直講錯 這個青色是右的遊俠啊 我以為是Jordan的 Jordan這邊沒有出遊俠啊 Jordan這邊出的是長槍兵啊 哎呀 又這邊直接經濟爆了起來啊 直接出了大量的遊俠 直接硬頂進去 波式的遊俠是非常猛的 原來他這邊經濟很好 遊俠就可以一直瘋狂爆出來 完蛋了 直接遊俠BBQ 沒了 哇 我也一直以為是Jordan遊俠啊 不過不是啊 這個 這個Jordan是出了這個級兵喔 雖然這個級兵又有防禦最高級兵 但是對上遊俠 呃 如果量不夠大的話 其實很兇 太好了 哇 這名遊俠直接進來BBQ啊 看起來歐洲聯盟要涼涼了 他才是沒辦法繼續打這場的戰爭啊 MIP的大象一走 Jordan就沒法治保 這個遊俠一進來 瞬間就沒了 呃 由於這邊Jordan是把大量的長槍兵 往下派與關係喔 所以導致這邊直接被大量女俠直接進來 把這些級兵如果在家裡防守的話 是有級兵守下來這一波進攻的 那這一波確實讓Jordan 已經有點沒辦法繼續打了 直接打出了 GG 登登登 哇 又這邊是MVP啊 黑暗時代直接TC爆 應該算風箭時代吧 風箭時代TC爆 爆了一加之後 讓這個Jordan喔 直接搬交到庫曼後面 那 到帝皇時代之後 那 呃 又浓了起來 然後直接用遊俠 再把這個Jordan再送下去一次喔 哇 直接又直接把同一個對手送兩次喔 那庫曼這邊也是蠻慘的 沒有地方可以發展 那又被這個葡萄被壓著打 所以導致喔 這個經濟一直起不來 那桃桃也是更慘喔 直接變一個夾心餅乾喔 那蠻意外的是 葡萄牙喔 反而是沒有打海 沒有打海的情況下喔 反而是強攻對手 所以這個游牧有趣的地方就是 你打海打贏了 也不一定會拿下比賽喔 那反而是有可能喔 你這個陸地上沒做好 反而是GG了 好 決戰總是在陸地上 而不是在海上 雖然海上我這個魚喔 捕魚橫絲很香喔 當然到了這個地後之後 反而這個捕魚也不是重點喔 重點是 陸地上要打贏喔 哈哈 好來看一下兩邊的一個資源啦 哇 資源上 VIPE喔 果然是蠻濃的 這個食物也是拉好拉滿 拉到三萬多肉 看他自己是玩大象的 所以這個田也是需要非常大量 嗯 葡萄牙這邊是木頭 比較多一點 那再來就是 鈺 鈺這邊黃金量 喔 果然是TC特化文明喔 明明是玩TC爆喔 但是後面經濟拉得非常快 你看 明明是非常落後喔 結果還被這個鈺拉了回來 這個本身的基本功也是相當厲害的 那也是完美利用波式這個特性喔 讓自己處於一個比較好的狀況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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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囉